到了這首歌,我是想用那種逆光逆柔的感覺 心裏面臨的時候 因為其實那首歌有少許道家思想的 element 都是說我們做人處世,其實要逆光逆柔 去面對所有的困難,或者未知數 今年我給自己一個人生的題目 就是做每件事都溫柔一點 所以我覺得,因為我是一個很奮強的人 有沒有撞過板呢?這個性格 我也會有很多固執位 就是自己的,是嗎? 是呀 自己想多一點,鑽牛服店那種 沒有影響很多人 通常都是在自己的腦袋裏面發生的 然後朋友提醒一下,提點 是呀,所以我今年都想 如果想世界對你溫柔一點 你也要對世界溫柔一點 這樣的一個圖案 自己出發了 是呀,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在MV我都有放了這個訊息 如果有看MV的話 是有一個太空人 還有我麥咀的部分 其實兩個都是我 因為太空人就是想 聯繫回之前余思的太空人 其實我想說那個是我 但又不是我 那個是我 但亦希望大家都在太空人裡有這個感受 是的,然後今次我想有一個太空人 還有一個比較溫柔一點的麥咀角色 就是想說那種剛柔 都可以同時並傳那個訊息 我覺得那個畫面很能表達到 然後最後這個太空人 去到MV最後是 其實除了頭盔 除了頭盔 除了頭盔 其實都可以呼吸一支平靜的空氣 那就是有一種chill 就是終於可以在一個避洗的地方 可以 鬆一口氣 那選景我也想在這裏看 很漂亮 借這個機會多謝一個行山的朋友 他就聽完這首歌 跟我想想 你應該可以這樣拍 找一個廢墟 是的 提議了這個地方 跟著我跟他一起去了之後 我就愛上了這個地方 因為他是李小龍以前拍龍爭虎兜那套戲 的一個scene 的location 是 那我就覺得 其實 我之前也有看過一本李小龍的書 他有說生活的藝術家 他有很多很多很多哲學的東西 都很難明白 我要翻體再翻體 那其實裏面也有說那種 就是代人節物的 你要硬正 還有都要軟弱的那個 那種柔並重的那個 是的 那我就覺得 嘩 為什麼這麼神奇 這麼吻合 又有關聯的 是的 那我就覺得 一定要在這裏拍 但其實那裏是很 去 是有點格捨的 所以 情形隊都真的很好 這次遇上了一班 很熱衷熱心的年輕人 去幫我拍這個MV 那他們真的很好 幫我去呈現這件事 是的 在這裏這麼破舊 但也好像有少少漂亮的一個廢墟那裏 但你還要有一個沒有穿衣服 只有幾塊草葉 遮蔽著自己身體的 那個不是你 對吧 你說全部都是演繹 都是你自己 但那個是一個模特兒 對嗎 但那個又不是我 因為那個角色 其實為什麼想不穿衣服呢 其實是想說 基本的人類 或者人 所以我覺得 這個選角很好 因為他一看到的時候 我會想到一個人類 然後戴了太空人的頭盔 其實那個Message 就已經在了 而且那個太空人的頭盔 它是把草生出來 是有生機的 有重生的一個訊息 沒錯 是啊